天и志陣会员 声音乐 各位会友 我们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欢迎今天比赛的主持人 湘亦浩 哈喽大家午安 欢迎大家历领第67区国语及西问答比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向各位来宾们提醒这项重要的比赛规定 首先主办单位已经举办完参赛者的赛前说明会 请来宾务必关闭您的什么 诶很厉害呢 好 并且将其调制静音模式 切勿在比赛当中使用手机哦 以免干扰赛事的进行 比赛进行时呢 请勿走动大声交谈或者是拍照 主办单位已经有安排专属的摄影师 全权为本次比赛摄影来负责 每一位参赛者演说完毕之后 会有一分钟的静默时间 请务必保持竖静 最后一位参赛者演说完毕之后 请全场保持静默 而且呢不得任意的走动 直至选票全数收集结束 现在我将示范比赛唱名的顺序 1号参赛者王明轩 2号参赛者贺文心 3号参赛者葛淑兰 4号参赛者张可云 5号参赛者陈立宏 6号参赛者陈玉珠 请比赛事务长 引导2至6号参赛者至等待区 好 我来看一下秘密的题目 热腾的秘密的题目 好 我们事务长 请引导我们2至6号参赛者 至等候区 好的 那么比赛即将开始 1号参赛者王明轩 题目是 请问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为什么 请举例说明 请问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请举例说明 1号参赛者王明轩 这个问题就跟鸡身蛋 蛋生鸡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演讲会学习沟通跟领导 在以往我们是不是有两本手册 一本是公众手册 一本是领导手册 各位 你们先完成的是哪一本呢 是CC 沟通手册 沟通手册的请举手 好 蛮多人的 那另外一本领导手册完成的人呢 请举手 也是有少很多 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一定先完成沟通手册 因为对我们来讲 似乎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自己这么觉得 如果你沟通技巧不好 你很难做领导 我的部门经理 在上个月16号的时候离职了 这位经理来到我们公司 一年的时间 她的个人化沟通 做得淋漓尽致 对于我这样 懂得解释我工作内容的人 她会用酸言酸语来讽刺我 哎呦 王明轩 你说这样都对啦 对 你说的都对 可是我要这样做 对于那些很柔顺 不会沟通 不会讲话的同事 她就说 你今天有带大脑来上班吗 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吗 拜托用一下大脑 在这样 她充满情绪性的沟通方式下 我们部门的人怨声载道 最后她离职的时候 完全没有欢送会 大家只有在LINE群组里面说 她走了 所以从她身上 我更了解一件事 沟通其实是建于 在所有做人处事上面的基础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怎么样跟人沟通 讲好话 能够让我们讯息有效的传达 领导才会做得好 所以我觉得沟通真的很重要 主持人 静默一分钟 好的 静默结束 二号参赛者 贺文心 题目 请问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一个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举例说明 二号参赛者 贺文心 沟通是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互动 而领导 是一个人 带领大家 也许是带心 但我个人觉得 沟通比较重要 因为沟通的时候 需要两个人 或是两个人以上 更多的交流 像是我妈妈 小时候她非常不懂得 和我沟通 她每次都会跟我说 你为什么又在生气了 你搞什么东西 又在生气 这样指责的语气 其实让小时候的我 我本来就是叛逆了一个小孩 反而让我会更加反感 更想跟她硬碰硬 而长大以后 我透过演讲会 我学到演讲 其实有时候是要跟观众沟通 虽然你们现在在座很多人 但是透过一个问题 我就可以跟你们沟通 你们觉得沟通重要吗 这就是沟通 所以有一次 我跟我妈进行一个沟通 我妈跟我说 文心你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的个性 有灵有脚 在社会上会吃大亏的 你妈吃过亏 跟你说的话 妈妈说的话 永远是对的 请记住 我这次没有用叛逆的个性 回向她 我跟我妈说 妈 贾伯斯为什么会能创立苹果 当年 假如贾伯斯的妈妈跟她说 你给我好好的去把你的学校书读完 那她今天也许 她的名字就会叫 妈妈偷走了她的工作 请你翻成英文 妈妈偷走了她的工作 而不是叫 Steve Jobs 因为妈妈 没有去跟她沟通 所以她妈妈 给予了她这样的沟通 贾伯斯懂得跟她妈妈沟通 所以她说服了她妈妈 今天她能向她想要的去创造一个 可以改变世界 一个颠覆的一个科技 所以我觉得 当我用这样的方式 我妈妈就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 需要透过不断的问题的抛接 来让对方真心的愿意 觉得我们彼此在沟通 主持人 好的 静默一分钟 静默结束 三号参赛者 葛淑兰 题目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三号参赛者 葛淑兰 沟通与领导 哪一个重要 这个问题就跟 爱情和面包 哪个重要 一样的问题 对不对 对 这个事实太难打了 因为爱情和面包 非常非常重要 都一样重要 沟通和领导 我个人觉得 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 非要说哪一个重要 就要思考一下了 所谓的沟通 就是 我口 说我话 说我心 把我的想法 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 这就是沟通 把我的想法传达出来 给对方知道 这个是做人的基本 人际沟通 人际沟通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 但是领导呢 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会议 像我们今天在这边 开一个春季大会 是不是需要一个领导人呢 所以这个领导人 他必须对所有的事情 能够运作得非常的得意 所以他必须要有组织能力 要对有专业的知识 所以他必须要具备 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非常要能够跟别人要沟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 领导很重要 但是领导还是来自于沟通 没有好好的沟通 怎么去领导别人呢 所以领导重要 但是沟通更重要 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想法 跟别人能够沟通 才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演讲会里面 虽然说沟通和领导很重要 但是在我个人觉得 沟通更胜于领导 有了沟通基本的能力 我们才有机会去领导别人 各位认同吗 认同 好 以上是我的非答 以上 静默一分钟 静默结束 四号参赛者 张可云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 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 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四号参赛者 张可云 沟通与领导 哪一个重要 大家一看我就知道 我两个都做过 对不对 我当过全国的总会长 在领导方面 我试着从分会的会长 区总监 部总监 一直到全国的推广 教育 跟总会长 沟通方面 我从分会的比赛 区部的比赛 一直比赛到 今天我有胆量 站在这里 与大家沟通 跟大家来分享 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讯息 所以说 沟通与领导 哪一个重要 在我的内心 其实是一样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 现在社会上 很多的纷争 很多的斗争的原因 就是因为 沟通不够 也是因为 我们领导人才的不够 所以我很高兴在 1920年 美国的博士 能够创了世界演讲会 让全世界有400多万的人 都有机会 能够学习 沟通与领导的重要 在我9年以前 参加世界演讲会的时候 我必须跟大家说 我当时其实不太想参加的 我当时不想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从美国搬回来 我先生就说 我今天要去洗洋洋 你要不要跟我去啊 当时我所有的银行户头都在美国 在台湾没有钱 每个月要跟他拿一点零用钱 他说了我敢说不吗 我就这样 一头就钻进了演讲会 但是在演讲会里面 我才发现 演讲不是我原来的演讲 领导也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领导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我一生 最大的创举跟志愿 谢谢 好的 静默一分钟 开了吗 静默结束 五号参赛者 陈力宏 请问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请问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举例说明 五号参赛者 沟通与领导 高通跟领导 哪个重要 每个参加演讲会的人都知道 不过我会回答 交朋友更重要 没有朋友 怎么沟通 没有朋友 谁听你演讲 各位亲爱的 各位亲爱的会友 我要深深一举功 谢谢你们今天捧场 让我觉得我就是个女王 短短短的几分钟 就是我的世界 我可以展现我的心灵 这时候我们沟通 用什么沟通 眼神沟通 我还可以用我的手势沟通 我用我的演讲内容沟通 可是在我们演讲会里面 还有一个同样很高的价值 那就是领导 我现在身负重任 我是两个会的会长 我没说演讲会没有我 就接近胜败存亡 但是我扛这两个会 我觉得就是领导 我跟要接我会长的人说 当领导就是什么 拜托 当领导就是什么 谢谢 当领导就是什么 鼓励 领导只要做这三样就好 我们有两个耳朵 干嘛 听 我们一个嘴巴 说 耳朵 比嘴巴多一个 所以我们要听的 比说的多 所以不管是沟通 或领导 都必须要先 用耳朵 聆听 只要能够抓住一点 沟通 领导 都很重要 没有 谁是重要 谁不重要 主持人 好的 静默一分钟 静默结束 六号参赛者 陈玉珠 题目 请问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沟通与领导 您觉得哪个重要 为什么 请您举例说明 六号参赛者 陈玉珠 我认为 沟通与领导 两者相辅 相成 同样重要 各位 如果 沟通 不重要 领导 不重要 那么 我们今天 一千多位 会有 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学习 沟通 领导 的技巧呢 可见沟通领导 是我们非常想要学到的知识 是非常想要学到的技能 记得 在 我儿子 读高中时 我要他 学习 我要他考 台中一中 他非常反弹 他想要在私校之身 我希望他到台中一中 可以学习 自我自主的能力 可以学习 更多 读书的方法 比私校老师 帮他准备得好好的 更好 对他未来 会有更好的发展 经过 我跟他 沟通了 三个月 他终于同意了 他也考上了 台中一中 后来 他也考上了台大 这就是 我跟他沟通 过程当中 我认为 我给他 他愿意 照我的方法来做 在我的工作领域上 我也常常 跟我的同仁沟通 各位 当我们在一个 中阶阶层的时候 也许我们认为 做事很重要 但是当我们到了一个高度时 沟通 他就相当于领导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属下 充分地表达 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属下就会照我们想要的方式 来完成它 比方我在我的统计领域里面 我做的是全台中市的普查工作 有17万家的工商业者 需要接受我们的普查 这时 我们需要的是 非常多的沟通 领导的能力 而我 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来带领着我的属下 总共有1400人 在最后 各位知道吗 我们有连去三次 都获得全国评比的第一名 而我这沟通协调的能力 在哪里学到的呢 我在我们国际演讲会学到的 各位会友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场合 好好的在今天 明天 好好的精进我们这个技巧 我相信你可以跟我一样 全国第一名主持人 好的 静默制所有裁判 评分完毕 好的 现在请所有的参赛者 回到舞台上 领取参赛证明 也让我们掌声欢迎 比赛主席DTM DTM 吴惠妮 上台颁发参赛证明 那第一位呢是王明轩 会员会员 第二位是贺文心 会员 第三位是葛如兰 会员 第四位是张可瑜 会员 第五位是陈立宏 会员 最后是陈玉珠 会员 会员 让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 拍张 音乐 咱们 音乐 音乐 不停 音乐 好 可乐 拍张 音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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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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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像花 謝謝 謝謝 這個 這個 我幫你拿 好 掌聲謝謝 比賽主席 其他人請留步 大家覺得今天他們比賽 表現得好不好 好到一個不行 是不是要他們多講幾句話 好 所以我們現在新美會會有 簡短的來介紹一下自己 還有自己的比賽賽後心得 首先我們要請 那就先最後一位好了 離我最近的來吧 謝謝 我是來自台中的樂滔滔中午演講會 因為剛剛 剛比賽完所以我是最後一個講完的 我現在心臟跳動還是非常的快 所以應該是由第一位 開始講才對 這樣叫做比較公平吧 那各位歡迎各位到我們台中 來參觀我們的中文演講會 我們樂滔滔 各位我們這個會呢 它的傳承就是像我們的名字一樣 樂滔滔 我們的會出了非常多的名人 各位只要來會上一看就知道了 一來變之真假 我說的絕不說謊 那請各位一定要來我們樂滔滔 好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屏東好說中文演講會的會長 代表屏東好說中文演講會來比賽 當會長聽說都要盡義務 邀請大家有機會到我們屏東 每次我都邀請大家 不過都沒有人來 今年我還是誠摯邀請大家 來我們屏東好說中文演講會 我會熱情招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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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一下我家有三十幾坪 可以露營的地方 免費啦 大家午安 我是台北捷人 中文演講會的張可云 台北捷人 是我參加演講會 創的第一個分會 我目前大概有三十多個分會 但是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分會 所以我對台北捷人 有一個非常不可分的 非常親密的關係 今天我要邀請大家 台北捷人是每一個月 第一跟第三個星期四的晚上 我知道我們有 大方你在哪裡 不見了 有很多台中的朋友也會到我們來 所以如果你們到了台北 我們在散島市的捷運附近 歡迎大家來參觀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南投的天時地利 對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是來自仁和會 我們同樣的仁和會 也是仁才祭祭啊 因為大家都拿冠軍了 只有剩下我沒有比賽過 所以我就只好代表仁和來比賽了 我很高興這次呢 能夠再跟這麼多的高手在台上較勁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榮耀 我也希望鼓勵我們所有在座的會友 有機會你都要來上台比一下 感受那種心跳一百八的感覺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感謝主星期五演講會的文欣 我們的英文名字叫TGIF 就是 Thank God It's Friday 所以 一到四 你工作情緒可能很低落 但是禮拜五 保證你來這邊 會讓你感受到我們 會裡面每一個人的熱情 然後又 對 他們都會 他們就會不斷的就是跟你分享 然後 我們去學習 彼此學習這樣 所以很 歡迎各位禮拜五 來我們TGIF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台北昇華中文進階演講會的名宣 昇華演講會 演講會昇華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禮拜三的小週末的時候 來到我們昇華 來除了幽默一下 來溝通一下 甚至還可以來放鬆一下 所以歡迎大家我們的地點呢 跟捷人會一樣 是在散導室附近 所以呢 今天星期三到完我們昇華 隔天可以到捷人 謝謝 好的 再次感謝所有的參賽者 現在有請我們比賽主席 上台宣布比賽結果 上台宣布比賽結果 好掌聲歡迎比賽主席 今天謝謝大家 我們的參賽者 我全部你講的都聽得懂 非常的精彩 只有我這個外國人可以這樣子講 好現在要宣布前三名 第三名 國語進行問答比賽第三名 陳玉竹 哇 第二名 不要看我的拼音這裡 第二名是 王明軒 耶 明軒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好 要知道第一名是誰嗎 是誰呢 來 陳玉竹 耶 雙會會長 果然不是浪得虛擬 好 然後我們一起合唱 謝謝 好 再次感謝我們的參賽者以及各位的聆聽 本次國語集席問答比賽圓滿結束 大會緊接著還有很多精彩的節目 願全天下最美好的事情都發生在您與你心愛的人身上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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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